现在是上午10点 我要离开洛杉矶了 看给我们找这么大一个车 这是我要求的 我要从这里去拉斯维加斯 据说路上要走5个小时 会经过沙漠 现在已经进到拉斯维加斯市里面了 他们说白天像30岁的姑娘 晚上像18岁的小姑娘 说拉斯维加斯 晚上夜整非常漂亮 白天像30岁的姑娘 晚上像18、19岁的小姑娘 当然 要看18岁的是吧 我们河北话讲白天看好 晚上去找 刚才我们转的地方是拉斯维加斯 其中一个天幕天街 看着灯红酒绿了 实际是群魔乱舞 你觉得像不像十七八岁的少女 我看像是三四十岁的荡妇 整个充满着一种放荡的气息 我觉得拉斯维加斯白天这么看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金碧辉煌 但是到了晚上 到了那条街 你就发现气氛还是不一样 哪怕建筑有些老旧 但是呢 这个霓虹灯下啊 这个音乐声中 人的气场啊 完全不一样 你像我在这观察 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呢 酒店就是赌场 赌场就是酒店 住哪就赌哪 我们今天这个住酒店 半天找不着前台 他整个一楼的这个大堂啊 就是赌场 无数台这个老虎鸡赌台 你从这些赌台里绕来绕去 绕出一条人缝了 才找着酒店的前台 所以晚上睡不着觉 下来一边抽烟一边喝酒 一边都能赌 酒店像赌场一样 酒店就是赌场 再一个特点呢 是没什么人穿衣服 我这白天就看见好多人呢 这个光这个膀子 而且呢 他们这种翘臀大肚子 大屁股的好家伙 穿那个比基尼啊 小三角裤 那你就跟裸体在街上游行 没什么两样啊 你看晚上 还有这个不穿衣服 在街上收钱 照相的 有的那个 是体型好的 你看那小姑娘 按说她这儿应该是 也不准露蟹啊 我这么一看就我觉得小姑娘露的两个胸呢 我仔细一看呢 奶头没有奶头 奶头这是平的 我觉得她大概是有的某种乳贴一样的东西 哎 反正她没露点 可是你看这穿的这个 哎 你还看见一个老头白胡子老头 这肉都都都这个一条一摞一摞的老头 但是呢 老头也是一摞体 但是我仔细一看呢 他是带了一个肉色的一个小背袋 恰恰的一个小布兜 把老头这小弟弟给兜起来 但老头就不是小弟弟 老头老弟弟了 就这么兜住也是收钱跟人照相 这个内华达州啊 嫖娼据说是合法 但是丹丹拉斯维加斯 其实法律上来讲啊 这个卖淫嫖娼是非法的 只不过听说执法不严啊 但是这个我考考察了一下 最早啊就是百年之前 这个地方刚刚开布的时候啊 是有赌有黄就是有有嫖也有赌 但是呢后来准备这个发展开发这个地方 据说你看啊 赌场啊很多大老板他愿意投资 建这种皇宫啊金碧辉煌的 可是呢你要说是这个嫖啊 他无本万利 他不需要投入就能挣钱 所以本身呢 这个这些大老板就怕这个色情业 反而妨碍了他这个赌博业的收入 所以呢就把这个色情啊 从拉斯维加斯啊 卖淫给赶出去 这是一种说法 不过 另一种说法是说啊 其实恐怕主要是考虑到治安 治安你说已经有赌了啊 他必须保证这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啊 据说早年间啊这个还是甚至到现在啊 就是你中了大奖的一个人 两个警察可以保证把你安全一路送回到家 不管你那个住哪儿 这是一个传说 但是他要保证安全 所以呢这个黄可能啊 这个对他的安全又有一些干扰 反正在拉斯维加斯来说法律上这个嫖是不合法的 我不是要嫖的啊 我是对这个有所联想 所以我是感觉到这个地方 但是很有这个气氛啊 你看刚才在这个天街啊 那个地方 你能感觉到这种热情 你可别忘了 这里的确是热情的沙漠啊 拉斯维加斯确实是沙漠里的一把火 我想起那个歌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我们现在就 就是走在美国最大的沙漠 莫哈维沙漠 你看远处都是白的 一路上说是沙漠 但是我以为沙漠啊 那都是一片黄色 但是实际上你看这沙漠上 点点点点都是绿色 这个是骆驼草 你以为是自然生长的吗 实际上是美国人啊 治理沙漠 用了很多年呢 人工培植出来的 这个风啊 把种子撒的到处都是 这样它这个土壤就不会流失啊 这个沙漠的这个土壤就固化 而且我还听人说呀 好像在这个美国的许多沙漠表面呢 他为了不会这个沸土养成啊 沙漠暴啊 还有这个撒了一层固体的颗粒 就飞机撒的固体颗粒 当年他制定一个什么法律呢 就是任何公民你只要在你的这个土地上啊 只要过种40亩的树啊 40英亩40英亩的树 而且能让这个树啊 成活10年以上 你就可以得到160英亩的联邦土地 而且你得到这个土地之后呢 要是你在这个土地上啊 建这个灌溉 建水利工程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25美分的价格 每英亩25美分的价格 买这个土地 所以你看他就是用这个法规啊 他鼓励个人 实际上就做了一个沙漠治理的工作 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吃这个亏啊 好像说是1919三几年的时候 一场这个美国西部啊 一场这个沙尘暴啊 卷起说是把3亿 3亿多吨的那个土啊 卷到了大西洋 当时很多十几万农民都都逃离这个地方 都是流离失所过不下去啊 所以美国也就开始重视这种事情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 我们走在这个路上 这么大的风呼呼的这么大的风 你看你感觉不到有什么沙尘卷起来 这就是他们做的工作啊 把这个沙漠治理的比较老实一点 下车待会儿 看着太阳这么强烈 实际好舒服啊 这个风啊很爽啊 风吹起来 这个地方它干呢 干爽 美国就是一个大荒原 风吹的很舒服 看看 刚才还没看到白云呢 现在都有了白云了 瞧瞧 老头晒太阳越晒越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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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